哈喽大家,这支影片主要就是要记录下我接下来改造我房间的所有过程 疫情期间,我长时间都困在房间里面 然后我就越看越不顺眼,你就觉得我的房间丑到爆 就是我打算用800块改造成我想要的我喜欢的风格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改造的过程吧 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断舍离 断舍离真的很难,你知道吗? 因为家里越住越久就越多杂物 马上就来收拾一下吧 好的,第一个要收的就是这个乱七八糟不知道有什么鬼东西的柜子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没有用的生活杂物 在我旅行的时候都会买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因为我很常收一些明信片啊,然后还有一堆也比较有设计感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就像我讲的 一点存在的意义都没有 我其实已经把所有的烂东西丢到我的箱子里面了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后面的柜子我就把它就是完全的简约化 只放一些我在不同国家买到的,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纪念品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断舍离 把没有必要的东西全部藏起来或者丢掉 然后放一些会让你心情好的东西 我现在呢用一个很奇怪的知识躺在床上 因为我要介绍我的床头还有我的床单 我告诉你这个床单呢,我在Shopee买的 重点是折扣好才16块钱而且免运费 超划算的 而且这个床单啊,质感没有到超好 但是很不错 16块钱的东西你不要expect它就是 好到像你要高级床单这样 后面的床头 我已经把所有我不需要的烂东西跟脏东西全部丢掉了 床头的第一格呢,你们看到就是有 梳啦,眼镜啦,然后还有我涂身体的油 然后还有一些上风蜡烛 这些都是我晚上必备的东西我都会放在这里 然后这三个罐子就是我刚刚讲拿来装东西的 我其实之前就收好这些罐子 我不知道里面装什么,因为有点久了 嗯,好,不重要啊,大家 断舍离的部分就进行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慢慢的想东西要怎么摆 跟要怎样去把它营造出我想要的风格 我现在来开箱两样东西 哦,好重 因为我的房间呢,我想要做比较简约白色 这个色调多一点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张白色的椅子 因为我的智商,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摧毁 为什么这么多零件 完蛋了,完蛋了这次 我为什么,这是生活之战 被这搞东西弄了要疯掉了 我决定不要拍下去了,不要浪费我的memory卡 所以,我装好再给大家看好了 各位朋友啊 我其实觉得这次买到这样一只真的还蛮开心的 因为蛮符合我的风格 样子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 因为如果不好做的话 其实买一个漂亮的座垫也是蛮不错的啦 今天要开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最近超红的这个 日落灯吗?还是什么 就是这一盏 这个东西 这样子好吗? 这一盏灯呢,会让你的房间有不一样的风味 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我去关灯好了,你们等一下 好的,这个就是关了灯的效果 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好美哦 其实还蛮推荐大家买这盏灯的 因为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人 然后你一定要买这个有遥控器的版本 那今天先开箱这两个 我接下来还有桌子还有地毯 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物件都还没有到 那我们就慢慢开箱好了 现在要来开箱 我在Shopee买的最大件的东西 这个size好像跟我想的差不多一样 诶,这个东西不错诶 我还蛮喜欢的 这张桌子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瑕疵的 但是我不介意 今天要来开箱什么呢? 我的小茶几来啦 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认真在家 穿衣服的风格 太美了吧 我好喜欢哦 我的东西呢,其实来得差不多了 然后在等一些小物件过后 我就可以直接roam过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房间 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现在立刻认真的逛房间吧 终于我的房间改造好了 很感动 首先呢,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一打开门进来 看到的一个很假白的放衣服的地方 其实呢,我并没有打算把它来放衣服 它真的只是百事用的 我身后的这个呢,其实我的房间很小 然后我就发现到 如果你的房间很小的话 你的床几乎是占据了你房间的最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床的部分呢,我就比较细心的处理 在床单的选择方面呢,我就选了一个单色的 比较偏向...这个叫什么颜色?就是大地色啦 现在要带大家看的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空间 其实就是放一面镜子 然后这个镜子也是我在Shopee买的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自己需要的就是照镜子跟需要用的东西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收纳盒呢,其实还蛮方便的 因为你直接粘在墙壁上 也不会损坏你的厨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就刚刚好 配合完所有我需要的东西 然后转一下呢,我买到的这个东西 我真的想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这个 它就是一个可以直接粘在墙壁上的一个放吹风机的东西 这个发明是谁想出来的 我真的喜欢到不行耶 这个收纳栏呢,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房间还是有一些杂物 然后我真的很不想要让它被大家看见 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个 我自己之前买的很好看的一个鞋背包 挡住里面一些很杂的东西 我会把这个打开来 里面是乱到... 就是一堆我可能需要的杂物 我都把它放在这里 现在呢,很快速的转一下你就看到我工作的地方了 对,这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台 工作台非常的简单 这个也是我在Shopee买的很漂亮的面纸盒 我就特地买了一个,它本来是花盆来的 但是这个尺寸刚刚好可以放我的 Powerbank啊,我的Hardlist啊,这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另外我买到的 也是消毒的东西 但是呢,我告诉你各位厂商啊 你们的包装可以设计得这么有质感吗 终于来到最后一区了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休闲区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设计呢,都是非常Instagram的风格 然后这个懒人沙发呢,我要特别谢谢我的朋友 因为我是直接从他家搬过来 他说他不需要了 所以我很感谢他,谢谢你花钟 这一盏灯,是我在Shopee买的 你看看它的设计,整粒灯泡 然后直接放在这里 然后你看整个休闲区的feel就出来了 好,然后这个小茶几呢,我之前也有介绍过嘛 我在上面呢,放了两本书 一本呢,就是我很欣赏的设计师聂永真 排版的一个摄影机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所以我就把它摆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也很做做的放了一个 这种不规律形状的一面镜子 你看这样子摆,整个桌子超加分的 而且又有了厚度跟深度 那这一次的房间改造呢,我其实还有思考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希望我的房间 早上跟晚上是呈现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呢,我现在要变魔术给大家看 我去关灯一下哦 你看我的房间,关灯了以后 就会有这种身在太空的迷幻感 接下来呢,要重点介绍的就是这一台 机器了,各位朋友 是的,这个就是我朝思暮想 一直都很想要买的投影机 因为我之前在改造房间的时候 我其实上网看了非常多款 跟这一款差不多相同价位的投影机 后来呢,因为接下了他们 他们就送了我一台 感谢Lumos Lumos这个牌子的投影机呢,最近在马来西亚超红 很多的网红YouTuber家里都拥有它 你看看,我最近在家呢,真的就是用这部投影机 活得非常的开心 你知道有了投影机,整个房间质感差好多 所以呢,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房里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投影机好吗 基本上呢,我已经把我房间所有特别的东西都介绍过了一遍 其实,这一次小改造房间小改造的目的 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真的不需要花很多钱 你就可以让自己的房间变得很有质感很有格调 然后你住在里面也真的会比较开心 因为我这次的原则是不去改造房间,不去碰钉子,不去什么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租屋子的话 你不能够动太多的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改造过后你一定 因为我自己改造了一个多月嘛 我觉得这一个多月来,我的生活习惯是有改变的 就是因为你看到你已经设计的不错了 你就不会,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东西乱放啊 然后买一堆杂物就乱丢的人 但是因为我改造了过后,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忍住忍住,你东西就是要放回原位 不需要的东西收起来 如果你有计划要为自己的房间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的话 我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到你去规划跟思考 你要怎样安排 我们就下一次见了,拜拜 我继续看戏了